嗯 到達我到達不了的危機 去完成我未完成的事 時間就像一把鑰匙 鎖住兩個人的癡 幸福你傻子也好過面積在一起的彼此 相愛是兩個人美好的旅行 沒誰可笑聲走進手眼底 謝謝你給的愛 想要我擔保的生命 成長是那一些曾經 分手是兩個人各自的修行 傷心是練習 你這風前進 就算沒了餘分 不代表沒愛的能力 有你 還有這些回憶 相愛是兩個人美好的旅行 淚水可笑聲 等盡手眼底 謝謝你給的愛 閃耀我擔保的生命 成長是那一些曾經 分手是兩個人 擔保的生命 傷心是練習 你這風前進 就算沒了餘分 不代表沒愛的能力 放手是因為我真的愛過你 接下來我們要讓你來猜猜 太極 太極是我們的國翠來的 一龍 蛇烈過 我們今天呢 現場來了三位太極高手 而一位呢是真正的太極冠軍 你要把他可以找出來囉 歡迎三位出場 好 一號 一號 徐憶瑞 楊氏 蔡吉全 兩位都架勢十足 二號 馬昌 陳氏 蔡吉全 好有形哦 還是女生呢 三號 張濤 吳氏 蔡吉全 超酷的 歡迎 歡迎三位 哇 一哥覺得我們現場呢 正氣凜然起來了 因為三位都是習武之人 而且你們一出場開始呢 依辰就在仔細的關注你們 要從一點點的這個細微呢 可以找出一些端倪 看看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太極冠軍 嗯 就穿著來講的話 二號好潮哦 很少看到學太極的人 還穿得這麼像跳街舞的 對不對 對呀 好我們接下來也是一樣 一位一位來了解 首先一號是徐憶瑞 楊氏太極拳的傳承接班人 對沒錯 我的爺爺奶奶都是專業的太極拳運動員 所以你爺爺奶奶都姓楊 是 嗯 當然不是 那都是專業的太極運動員 對 那都是學習楊氏太極拳嗎 呃 可以這麼說 你曾經獲得全國武術太極錦標賽的冠軍 現在在一所武術的學校當太極拳的教練 是的 這麼年輕多大 多大 今年要十二 二十二歲已經當上教練了 年輕有為 所以你由內而外的愛太極 以至於你今天的才藝要帶來的就是 跆拳道 什麼 什麼 看看在你跆拳道的這個施展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看出有太極的那種 那種以柔克剛的感覺 唉呦 來看一下 來 他出拳很有力耶 來 才二十二歲就一身功夫了 謝謝 謝謝 覺得如何 呃 基本上 他的 跆拳道表演就是 是那種 還蠻扎實的 而且他的預備動作 是往後 然後其他兩位是往前 所以他可能真的比較習慣打跆拳 唉呦 你已經在找答案了是不是 好 這是一號的徐毅銳 雖然只有二十二歲 但因為練武功的關係 整個人是很沉穩的 你看看 那接下來呢是我們可愛的二號馬唱 你好 你好 馬唱 那今年幾歲嗎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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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是女生的秘密 是不是 也是80後了 那你練太極練了多久了 18 8 就是在嬰兒 根本就是還在軟子跟軟子的時候 就開始練了是嗎 換得活性很強 唱多 對 而且呢你的抬頭不得了喔 你的父親就是陳氏太極拳十二代的船人 哇哦 對 所以你是第十三代囉 對 哇 那你練的是陳氏太極拳 是的 是專門在陳氏當中打的嗎 陳氏 人家是姓陳的陳 喔 姓陳的陳 陳氏 我還鄉村太極呢 不過太極拳就是可以在陳氏中練習 那陳氏跟陽氏有何不同 我覺得陽氏的動作應該更開一點 更柔一點吧 然後陳氏太極有好多的發力動作比較多 喔 太極是很酷的一個這個 他也不能說是武功吧 對 太極其實他屬於武術的一種 如果是武術的一種他肯定也是武功了 那真的有朋友被你影響開始打太極嗎 很多很多 很多 對 喔 一辰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他 我只想看他表演 你今天帶來的才藝是什麼 呃 給大家唱一首歌吧 前面也有一首歌 前面也有一首歌 等一下張濤是不是要表演胸口睡大石啊 哈哈哈哈 因為那首歌前面有段前奏 我給大家先表演段武術扇子 你看